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书名应该很清楚知道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 事实上这个书名上面有几个关键字 我想可能很吸引大家的关注 比方流量变现 个人IP 还有Instagram 抖音跟真本等等 所以看到这样的书名 我相信即便还没看到内容 你就已经知道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 那么事实上今天早上我才刚刚跟这位作者 这是我们流量变现笔记的作者 茂牌生老师做过Pocket的访谈 那么透过早上的访谈跟他聊聊这本书的一些重点 跟他写这本书的喜新动念 那么现在就让我很快地来为大家导读这本书 那当然看到这本书啊 我必须先说一下 其实现在有关于社群经营 或者是粉丝经营流量变现的书也越来越多了 无论是台湾的书或者是从欧美甚至对岸引进的书也越来越多了 那也表示说大家很关切这样的议题 那么尤其在这个年代 我们都很希望能够打造个人品牌或者社群经营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能够从中去获得变现的机会 所以像这样的书籍 现在也越来越受到出版市场的重视了 那么这本书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的篇幅没有很 就是它像是一本一般的书 但是这本书呢 其实它算是一本笔记书 也就是说这本书里面除了传统的内容之外呢 它其实有蛮多的地方可以让你做笔记 甚至在后面的地方 它还有所谓的weekly plan 让你按照你的进度来做一些规划 所以这本书它其实是算是笔记书 那么笔记书的好处就是 当然你边看书边做笔记 那么你就不需要再额外准备笔记本了 那么这本书也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它有52个练习 那我相信大家就知道 一年有52周嘛 所以这本书的规划就是 让我们每个礼拜看一个单元 然后能做一份练习 那么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 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很忙碌 那么也许没有很多的时间 来看书 我们可能有的都是一些碎片时间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礼拜 我们来学习一个单元 练习一个单元 那么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所以这本书的规划 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看起来它的篇幅没有很多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作者的规划 一步一脚印的来实际的实作的话 我觉得到一年做下来 应该也蛮有收获的 所以在这本书一开始 这个作者就是茂牌生老师 他就告诉我们说 他在这本书里面 他给我五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就是找出你的定位 那当然我觉得定位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曾经上过我的写作课 或者是行销课 甚至是参加过我的Vista写作陪伴计划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不陌生 我常常跟大家谈到定位的重要 甚至是自我资源的盘点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很认同这本书的作者 茂牌生老师 他一开始提到先找到你的定位 他说你的账号 如果老师发表一些生活的小片段 那当然没有不好 但是可能连朋友都不会按赞 因为生活的一些小片段 可能不会太吸引大家的关注 那么如果连朋友都不按赞 那更何况是陌生人 所以作者提到说 要先确定好自己的规划 那么无论是IG抖音 你想要卖什么东西 你想要分享什么 一定要先搞清楚 那这个就是定位 我觉得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弄清楚 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有哪些的特色 我们有哪些的资源 那我们能够对标的对象是谁 那么别人做了什么东西 他们做到什么东西 那我们所谓的目标客群是谁 那么这些东西是他们想要看的 第一就是你的定位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步骤 找出你的个人定位 这个非常要紧 再来第二个步骤是找出你的灵感步 那么作者提到说 你就算不会做 但是你可以学 那的确现在我们那么多的社群媒体 无论是Facebook Instagram或者抖音等等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 做得很棒的一些创作者 那么的确我们可以去观摩他们的一些作品 甚至是我们可以去找一些适合对标的产品 或者是主题 那当然就是我们可以先观摩去参考别人的作品 但是可能你要去思考一下 那么彼此的差异是什么 还有那么别人的强项 跟我们自己的资源是什么 这当然也非常重要 然后再来第三个步骤是 作者建议我们说 你至少要先做出30则贴文 那么这个我也很有感触 因为很多人开始想要做自媒体 或是想要经营个人品牌 但都想太多了 都缺乏行动 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可惜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想的越多 反而就越放不开手脚 那么这样其实是不大好的 所以这本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 你就不要想太多 我先做出30则贴文 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那么当然很多人会去思考说 我是不是要日更 我的更新频率等等 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也许你会保持一个固定的更新周期 比方说你可以从周更开始 那么或者是你行有余力 每个礼拜更新两则三则开始 我觉得蛮好的 那么日更可以是一个目标 但是大家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所以我建议大家 在做社群经营的时候 一开始先别想太多 然后开始行动 那么就像书上提到的 很多人可能坚持不到三个月 这个我也很有认同 因为像我自己在做Podcast 我也发现很多朋友 一开始都兴致勃勃 想要做Podcast 或想要做YouTube影片 但是呢 可能做了两三步以后就放弃了 那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再来第四个步骤 作者提到说 我们要持续优化跟复盘 那么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光行动还不够 我们也需要适当的时候 停下脚步来去思考 我们的作品是不是有 值得优化的必要 还有我们也要定义去检讨 去改进 那么如此一来 才能够持续的去推出 好的作品给大家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光是行动还不够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优化 持续的迭代 我想这一点也很重要 无论你写播播的文章 无论你拍YouTube影片 或者你做抖音短音音等等 我想这道理都是相通的 那么第五个步骤 作者也建议大家 要调整好心态 因为刚刚前面提到 很多人开始做自媒体 或者开始经营社群 那么一开始 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起步 或者是没有很多人 跟你按赞的话 很多人就会开始觉得迷茫 会觉得焦虑 甚至会觉得困惑 那甚至很多人就开始放弃了 那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作者也建议大家 你要开始经营社群 你要开始达到你的个人品牌 这些很棒 但是你一定要先调整好心态 所以刚刚前面讲 这五个步骤 从找出你的定位 找出你的灵感步 到至少做出30则贴文 然后持续优化和复盘 以及调整好心态 这五个步骤我自己也相当认同 我自己在经营社群媒体 或者在打造个人品牌的过程中 我也坚持这样的原则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 我们说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流量变现笔记 它的副标题是超级个人IP时代 IG抖音增粉的52个练习 那当然顾名思义 我们看到这样的书名 我们都知道这本书想要教我们的是 如何在这个社群时代 我们透过打造个人品牌的方式来增粉 来追求流量变现 所以这本书里面就提供了52个练习 然后大家每个礼拜可以挑一个练习 来开始学习跟实作 比如说它的第一个练习 就从定位设定开始 那么像这个定位设定 也是很多人想要学习的部分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定位 那当然方间有很多的参考资讯 很多的书专门的谈定位 我也推荐大家可以读读看 那么各位如果你对于定位这个学问 很有兴趣的话 之后我也可以再录一集的影片 专门来跟你谈谈定位 甚至我可以推荐专门谈定位的书 那不过一开始呢 我们这边很简单 就是先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要怎么定位 所以在这本书上 作者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定位 你可以从几个简单的部分开始 比方说第一个 先去了解你现在有多少的粉丝 那你平常分享的内容是什么 那么你设定的这个粉丝 你的目标受众 他们的年龄层是怎么样 他们是来自哪个地区 是台北吗 是台中吗 是台南高雄吗 是哪个地区呢 再来你锁定的这些目标受众 你的粉丝 他们是从事什么职业呢 他们是大学生吗 他们是上班族呢 还是他们是营法族吗 再来 那么你想锁定的族群 他们的兴趣是什么 他们的专长是什么 然后呢 你把这些问题都写在这边的笔记本上面 做个笔记 然后就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当底你要设计什么样的内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那当然我们说到这本书里面有52个练习嘛 那么后面我就不足以的细讲 然后各位你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看 那我觉得这本书其实蛮好的地方是他循序渐进 而且呢 这本书浅显易懂 然后他很直白 我觉得蛮好的 比方说他的第三个练习 直指核心 到底你可以给粉丝什么价值 我觉得这个很棒 因为我们很多人在经营粉丝 在经营社群的过程中 你希望能够有影响力 你希望能够知名 你希望能够被大家所看见 那当然这个前提是 除了努力之外 我们也必须去思考 那我们可以给粉丝什么样的价值 所以像我自己无论是我经营Visa读书会 或者是我在经营Visa写作陪伴计划 或者是我在脸书 在Twitter 在YouTube上面的各种的粉丝的社群 我都会去思考 那么到底我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到底我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情报 或者是有用的资讯等等 好 那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就能好好想想看 那到底粉丝在你的身上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价值 是情绪的价值吗 还是资讯的价值 亦或是利益的价值 那么这部分我觉得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那在这本书上 作者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观点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如果你的粉丝规模不到一万人以前 不适合提供情绪价值 而应该多谈谈资讯价值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粉丝也好 目标受动也好 他们还不是那么认识你 所以建议你先设定一个目标 比方说你要在多久的期限内达到五千人或者一万人 那么达到一定的规模之后 再来去谈谈你怎么样提供情绪价值 那这个地方当然也跟我常常提到的所谓的人设有关系 比方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 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吗 你是一个比较大辣辣活风的人吗 还是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呢 那么你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然后结合你的专长 结合你想要传达的价值 这些当然都能够统合成为你的个人品牌的一环 所以在书上提到你可以给粉丝什么样的价值 我觉得这一点蛮值得大家去思考的 然后再来像练习第四个单元 他提到的是产品跟服务 你到底要提供什么样的产品跟服务 这边也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么想想看到底你的贴文也好 你的影片也好 到底你要传达什么样的情报资讯 这个部分我觉得也很重要 那当然很多人可能急于想要去分享资讯 或者想要去销售产品 这没有不对 但是各位也不妨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单纯一个网友 你是单纯一个路过的粉丝 你会喜欢看这些东西呢 还是你更希望知道这个分享的人 他的想法呢 我觉得这部分也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所以这本书呢 它有52个练习 那我觉得52个练习蛮好的 可以循序渐进 而且这本书里面 其实还谈到了一些细节 可能平常大家不是很关注的 比方说第13个练习 它谈到色彩 第14个练习谈到字体 那么第15个练习谈到照片尺寸 我觉得这些也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一个感官的动物 尤其现在大家更重视视觉 更重视影音 所以呢 好以说你的部落格文章 如果你都能够有一张 很尺寸统一 而且风格固定的特色图片的话 我觉得这不但是能够吸引大家的关注 也会建立大家对于你的这个品牌的认知 所以我过去在教协作 在教协行销的时候 我也常常建议我的学员们 写好文章很重要 但是你也必须要在特色图片 在排版等细节要多留意 那从书上他还提到 比方像这个Facebook IG等等 他们都有固定的一些贴文的尺寸 那这个地方我也提醒大家要关注一下 那这边因为细节的部分 我想我就不多说 但是各位可以参考书上提到的内容 甚至他在第16个练习 还谈到封面业的设计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因为作者提到说 如果你能够把封面经营好 那么就能够顺利的引流 粉丝自然就会提升 那么如果没有做好 当然就容易流失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刚刚我们谈到 无论是Facebook粉丝专业的经营 或者IT的经营 或者是部落格的经营 图文的配置等等的细节 大家都需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然后再来 这个书上甚至还谈到了一些 比方像色调等等 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那因为现在大家很常常喜欢拍照 喜欢去修图 那在这个部分 作者也给我们一些建议 比方说各位你有听过 什么叫做温暖奶油色吗 温暖奶油色 那到底什么要叫做温暖奶油色呢 它的这个怎么配置呢 它的CMYK人体的怎么配置呢 书上也给我们一些建议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地方 大家可以打开你的这个修图软体 或者是像美图秀秀这样的APP 来试试看 做一些调整 那么去找到适合你的主题 适合你的人设的色彩配置 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然后再来书上还有提到很多 比方说像增加互动的办法 比方说像在IG 在Facebook 现在都有所谓的限动 那你要怎么样去经营你的现实动态 你要怎么样增加你的粉丝 跟你互动 这边当然有一些方法跟诀窍的 那么作者也提到 你怎么样去经营 怎么样让大家愿意去看你的限动 怎么样让大家愿意用私讯回复你 这也是很要紧的 然后再来甚至作者还提到上 这个广告预算的设定 如果你想要买一些广告的话 该怎么样 这个投放广告 该注意什么样的预算的配置 这个书上也有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那么所以整体而言 我觉得这本书算是前显亦动 它没有很深奥的大道理 但是如果各位 你能够按照它的规划 一个礼拜好好的练习 好好的很扎实的做相关的学习 我觉得这样一年下来 其实也蛮可观的 比方说书上也有提到一些像下标的原则 那我们知道 现在大家的时间非常短暂 这个注意力很有限 所以当然你的标题要能够很吸睛 书上也有提到一些下标的原则 过往我在教协助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我也花很多的时间来谈下标 所以像这样的书籍 当然它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引 给我们一些方向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按图所记 我们要自己实际的去行动去练习 我想这才是让相互搭配 会让我们的学习成效更好 那当然在书上最后面 他还有提到几个他的心得 我觉得三个心得也蛮好的 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 做的提到说 他经营了超过十年的社群 他有三个心得 第一个提醒大家 不要只想干货而忘了人性 那么这一点我也很认同 的确现在大家都喜欢听干货 大家都希望得到很棒的知识点 但是你的人设也很重要 你的人性也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值得去思考的 再来第二点 作者也建议大家说 不要盲目追求精准的粉丝 因为如果你要有粉丝 你可能必须要有广泛的话题 你可能要有趣的内容 所以你可能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到底你要聚焦在什么样的主题 那么到底你的资讯 你的账号要带给大家 什么样的价值 这个地方都希望 大家能够好好去思考一点 再来第三个 作者也特别提到说 这个短影音的图文资讯 它的重点不只是描述短 它的价值是因为 它的内容够浓缩 所以这个资讯的密度跟浓度 也可能是我们每个人 要经营这些短影音 经营这些社群账号的朋友们 要好好去思索的部分 所以作者提到这三个心得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也值得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 那么这是我看到这本书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地方 的确它的篇幅没有很多 然后它的内容 其实还蛮浅浅易懂的 我觉得像这样的书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那当然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 各位如果你之后有兴趣 想要写书 想要出书的话 那当然像这样的书籍 各位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结合我们的专长 跟兴趣 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很好的计划 我们怎么样去写出 让大家这个有感的内容 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要紧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看到 流量变现笔记这本书 那么早上我跟作者 就是这位茂海生 茂海生老师 做了访谈 那么跟他的访谈 我觉得蛮有意思 那相关的讯息 当然就期待我之后我真实把影片放在Vista的小声音 让大家再去看看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导读 就很简单的来跟大家谈谈 我自己看这本书的一些观感 还有就是我也给大家建议 你可以怎么样来读这本书 那当然读这本书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实作 因为像这样的书不是光谈理论就够了 那么建议各位 你在每看完一个章节一个单元之后呢 你在旁边你可以做一些心得笔记的筑记 然后同时呢 你能够按照你自己的账号去实作练习 我觉得如此一来 你的收获会更多 那么当然说到流量变现 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去做到这件事情 那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心愿 甚至是在这个所谓的超级个人IP的时代 打造个人品牌 当然是很多人的共同的梦想 那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加油 一起来努力 那么如果各位你还有任何有关于 像是个人品牌经营 社群经营 粉丝经营 甚至是像自媒体 部落格该怎么写 这个Packet该怎么做 等等相关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跟我一起来讨论 无论是在Visa读书会 或者在Visa写作陪伴计划 或者是在我的电子报 我的粉丝专页 或是我的社团里面 都欢迎大家跟我互动 我们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交流 我们希望在2024年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来打造我们自己的个人品牌 做出独特的内容 好 那以上就是我对于这本书 流量变现笔记的导读 到这边都有段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也有点 谢谢大家